一直以来,伊斯兰国这个恐怖的组织就在影响着全球很多的国家,而且,据相关机构的统计,世界上有很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其相关的机构, 伊斯兰国更是不断的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恐怖袭击,给世界各国的人民造成了很大的威胁,在伊拉克的西北部和顺利亚的东北部,有一道部分区域是被伊斯兰国所控制的,也是其影响力最大的地区,可谓是该组织的固定根据底,自2015年起,伊斯兰国就可以渗透到阿富汗,并在阿富汗建立了几分支机构, 同样,这个分支也给阿富汗造成了大量的恐怖袭击,在2017年的5月31,阿富汗更是发生了汽车携带1.5吨炸弹爆炸袭击大水管的事件,造成了最少150人的伤亡,这也是亲所遭遇的历年来恐怖袭击中最严重的袭击, 而这次袭击,正是伊斯兰国干的,而且,在阿富汗的伊斯兰国,还把袭击的主要目标,放在北约的这些向阿富汗派兵的军队上面, 很显然,随着近几年伊斯兰国实力的大增,它已经成为了恢复阿富汗和平的重大的威胁,因此,英国军队决定向阿富汗派出素质过瘾的特种部队,用来缓解这个局面。 不过,还有一件事或许对阿富汗的政府来说是个好事,在今年的八月初,有152名伊斯兰国组织,向阿富汗的政府投降,原来他们是被塔利班给打怕了, 看来,这两个孔,不分子之间并没有组成联盟,而是各自为战,这样一来,清缴他们的压力也不是太大, 而且北约成员国特种部队大多收到了死命令,一个活口都不留,伊斯兰国恐怖分子,每次面对特种部队,除了扔下一地尸体外没有任何还手之的,恐怖分子甚至这样说, 宁可自杀也不要面对穷凶极恶的北约的特种部队,一边是不留活口的北约,一边是招安的阿富汗政府, 胡萝卜加大把的手段往往效果拔群,为了招想更多的恐怖分子,阿富汗政府更是制定了一系列的优待的政策, 这样一来,恐怖分子就没有了顾虑,开始投降,总之在现在被约各国和阿富汗政府的打击下, 阿富汗境内的恐怖分子大大减少,国家的局面也好多了, 当然,为了能够让阿富汗独立,得拥有清脚恐怖分子的能力, 北约的更是允许英国等其他的国家派出训练团队,用来帮助阿富汗训练其自己的军队和警察, 这样一来就能投入更多的兵力来消灭恐怖分子了, 相信未来,阿富汗的局势将会变得更好,也希望阿富汗能够早日脱离战活,人民重归和平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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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